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主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直角坐标系下怎么来计算呢 那么我们下面可以有两种方法 我们可以从这个两种方法 我们可以从几何上 或者从这个 如果你把它三重接风的定义这个角度去理解它 应该说还是很容易的 就是因为我们三重接风 其实就是一个求一个总量 对吧 分布率不均衡 就是这个量的总量 那么现在我们有几种方法呢 看第一种 待会我们来理解一下 看这种方法 从我们直观上来看 是不是合理 Omega这个曲面呢 是C C等于Cxy 这是一个D 另外呢 第二个曲面 C等于C2xy 是个顶 也就是上面是个顶 下面是个D 那么侧面怎么样呢 侧面是一个母线平行于C轴的柱面 就是说 这个几何体 可以说是从一个柱面 柱体上截下来的 如果把这个面往下一头投影 这个是C 那么当然很容易理解了 既然是个柱体 往下一头 其实就是那个柱面的 柱体的横接面 对吧 我下一头 好 投影区为D 那么Omega 这样的Omega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你看 就是这个C 加在Cxy和C2xy之间 就加在两个面当中了 对吧 那么xy怎么样呢 就是原来那个柱体的那个截面 那个xy所在的范围 对吧 好 这就是 我们把它称为 可以称为xy正者区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大概什么样子 请看 直角坐标系 好 这是这样一个图形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呢 本来是个柱体 柱体 对吧 你看侧面都是平行于11轴的母线 母线是平行于11轴的这样一种柱面 对吧 然后呢 底下 有个柱面 11等于11xy 一截 对吧 截出来了 上面呢 11等于12xy 就在这两个面当中的那块柱体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怎么来计算呢 首先我们刚才说了 它的这个柱体往下投影 投出来这个区域 如果是低的话 那么我们接风就可以这样来考虑了 我们从 反正我说了 我们就从那个定义考虑 定义考虑呢 假定是个质量 对吧 质量呢 现在要求这个 从这个角度求 可以认为这个质量是分布在什么地方 分布在这个面上的 可以认为这个质量 分布在这个面上面 反正这个 它的上面是 是有个物体的质量 对吧 对 那么怎么样来考虑 这个 如果要算一个再分布在面上的质量 那么我必须要知道 每一个点 这个上面分布的质量是多少 或者说面密度是多少 那我只要从下面 去分界到上面好了 那么这个μxy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分布在 对应x下面是xy 这上面 这一条 这线上的质量 没错吧 你看 就是 从 下面这个c 到上面c2 这一条线段上的质量 你看 我现在画了 这个一个点 对吧 我现在往上画 往上画呢 你看 这就下面这个焦点了 然后到上面这个焦点 这条 这个 紫色的这条 这一条上面 它分布多少质量 对吧 那么 这个 怎么计算呢 你看 每一点的质量都有的 那么从上面到下面 我一起分 结出来就是在这条线上 分布的质量 对吧 那么当然了 线是 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 这个点上的 质量密度 就是面密度 这个点上的密度 好了 那么这个物体的总质量 就是谁 你这一点上的质量 有了吗 好 就是相当于 就是面密度有了吗 总质量 就是只要再做一个 两重解锋就完了 先线 后 面 所以呢 这个叫 柱线法 就是把这个几何体啊 干脆有好多线组成的 一条一条线段组成的 最后组成了一个 这样一个几何体 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那么好 这样我们就得到第一种方法 这叫 柱线法 是个柱体 这个构成的 这样的 它是有一些线组成的 可以这样来理解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一种方法呢 叫截面法 那么这个截面法 这个几何体 什么样呢 是这样一种看法 这样一种 几何体 假设Omega 在11轴的投影区间 为H1 H2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几何体啊 你把它投影 投到11上面去 那么会 截到 往直一方向投 那会在这个 这个C轴上会投出一个区间来 那么 最上面是谁呢 是H2 下面是H1 也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几何体 加在两个平面当中 上面那个是 C等于H2 下面那个C等于H1 两个平行平面当中 好 那么 垂直于C轴 过C处的平面 就是你随便去截一下 那当然截出一个面来了 这个面的区 这个面是谁呢 是DZ 结出一个面是Z 那么下面我们什么来做截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样一个区 我们现在画一个区 你看 当然我现在画的图呢 好像是 不是 这样看起来不像三维的 对吧 其实呢 请注意这是个空间的一个几何体 对吧 最上面这个C等于C2 是个平面 一截 截到这了 最下面一截 截到H1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当中随便找一个面区结的 一截结出一个几何平面来 平面区 这个你看 中间结出一个 这个区叫谁呢 这个区叫DZ DZ 这个叫DZ 好 那么 这相当于怎么样呢 这个几何体怎么样 等于是一片一片的 截出来一片一片 好多很薄的薄片 对吧 最后加起来变成这个几何体了 那么现在我们这一次要怎么计算呢 现在怎么样 现在是 先算一个面上多少 每一片 算出来有多少 好 那当然很简单了 在面上做解封了 你看 在这个面上有多少呢 在这个面上 C固定了 在这个面上解封 那么好 密度 这是体密度 DX DY 之后两种解封 就是在这个面上分布的质量 分布的多少 那么总的有多少呢 当然加起来了 这种一片一片有多少 从下面到上面 从下面到上面 这些 每一片的质量加起来 这种叫什么 这种叫截面法 截面法 这个三重结封的计算 这个呢 应该说还是很好理解的 对吧 也很形象 我们从生活当中也可以理解 你母亲都做菜吧 买一个土豆回来 怎么切 切丝 有一种切丝 还有一种呢 切片 有吧 肯定有了 切丝就是竹线 竹线法 切片就是截面法 最后加起来 还有一土豆 不就完了吗 所以应该说还是很实 很实在 或者说非常容易理解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了 看一些例题了 通过一些例题呢 进一步理解 怎么样 做这种计算 应该说 并不困难 第一 假定 Omega 是旋转抛物面 C 等于X平方 加Y平方 与平面 C等于2 为成的 我要特别强调了 对这些三重戒风 这个图形很重要 你到底戒风 在什么地方 戒风 这个很重要 所以首先 一定要把这个图画一下 好 应该说 这个不太难画 对吧 好 这个图形 好 这就是一个旋转抛物面 当然旋转抛物面 好 旋转抛物面 对吧 然后呢 旋转抛物面是这样 往上的了 一个旋转体了 对吧 无穷 无穷生产的 那么现在上面有个面 C等于2 给它一截 好 截在这了 C等于2 那这就是我们所要 截风的这样一个几何体 对吧 好 这样一个几何体 那么我们怎么来截风呢 两种方法 第一种怎么样 柱线法 把它看成一个柱体 对吧 上面有个面 下面有个面 行不行呢 可以 为什么可以 你看 好像有的人同意说 那不是那个侧面什么 没有了 下底面和上底面怎么样 碰在一块了 所以那个侧面怎么样 等于就 说成侧面 每一个 每 侧面等于缩成一条线 本来是个面 缩成一圈了 就是一条 缩成这一圈了 对吧 好 那么如果用柱线法 那就 那这个几何体就分布在 相当于分布在一个面上 对吧 下面就有一个投影面了 好 好 分布在投影的这个面上 下面就是这个投影面 对吧 那么这个投影面是谁呢 当然也很容易看了 显然这个面和上面这个面什么样 一样的 对吧 好 下面我们第一个方法 方法一 柱线 柱线法 那这个区 首先 柱线法怎么样 这个接风要看成一个 分布在下面这个区域上的很多条线组成的 那么这个投影下来这个区域刚才讲了 就是这个跟它一样的 这个什么得到 C等于2带进去 原来这个平面 它是个原式做什么呢 X平方加法一平方等于2 那么它下面当然也是 X平方加法一平方等于2 好 所以那就很简单了 这个投影 我写的慢一点 投影面 投影域 区域 是谁呢 X平方加Y平方 原初是 原初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2 也是小于等于2 没错 好了 下面那接风就行了 这个I 三重接风 现在我怎么做的 切丝 这个丝封在什么地方 放在这上面 两重接风 X平方加Y平方 对吧 小于等于2 没错吧 好 然后呢 DX DY 这个待会儿去 那么谁早一点去呢 切这 柱线 柱线怎么样 随便你下面来个XY 跑到这儿开始往上 这条线 下面谁 下面这个面 下面这个面是 C等于X平方加Y平方 上面C等于2 倍析函数 X加C平方 DZ 那么在 做这种三重接风以前呢 有一点很重要的 最好怎么样 先看一看有没有对称性 这个图形很显然 X方向Y方向怎么样 须是对称的 那既然X方向Y方向对称的 那咱们就看一看了 倍析函数有没有 关于X是G函数 Y是G函数有吗 G函数 既然是G函数 说明你在X正方向 和X反方向 那个方向 两部分接出来应该怎么样 应该正好大小相等 符号相反 所以这一项咱们就怎么样 不用接风了 还接风的干嘛 根本不用接了 所以在一开始 咱们就可以 这一项就可以不要写了 当然现在 我们已经写成这个样子也可以 那其上就是这一项就不要了 咱们写得慢一点好了 那么另外呢 还有什么对称性 这个函数什么函数 偶函数 偶函数 先让偶函数 X方向偶函数 Y方也偶函数 那能不能利用对称性呢 当然也可以利用 那怎么样 只要本来是 这个原域上接风的 现在只要在这个 四分之一上接风就行了 对吧 好 那么四分之一切了以后怎么样 乘四 所以最后我就写了 四倍的 X平方加Y平方小于等于2 同时X大于等于0 Y也大于等于0 比X比Y 下面是谁 X平方加Y平方到2 这一项没了 只剩了Z方 第Z 等于多少呢 当然了 这个题 这个对称性 第二项对称性 就是这个函数的偶函数 这个对称性意义不太大 因为什么 因为接风式最后是个圆周上接风 划成节座标以后 很简单的 对吧 就是你用不用对称性 问题不大 但有的时候 还是很有帮助的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做这个了 首先 11平方 它的圆函数 对吧 好 三倍的11 下面我们这儿就 X平方 加Y平方小于等于2 X大于等于0 Y大于等于0 没错吧 这个函数 就出来原函数 三分之11三方 三分之11三方 11三方把它带进去 8 把它带进去 减去 X平方加Y平方的三次方 DX DX DY 没错吧 那下面什么样 那显而易见 这个题 明显的我们要用什么 节座标 为什么 区域是跟原语有关的 北架函数又有这种形式 所以马上咱们就用节序标了 那么这个区域是什么区域呢 如果在这儿画一下 当然这其实不画也行了 就这么一个区域了 其实就这儿这一块 对吧 这是X 这是Y 这一块了 这一块那太好做了 对吧 显而易见 三分之四 零到四分之拍 零到二分之拍 零到二分之拍 没错吧 这个区域加在 θ等于零到θ等于二分之拍 直接 好 Dθ 后面呢 零到这儿 多少 X比方小I平方小于等于二 这个等于二的时候是 半径是根号二 零到根号二 背景函数 8 减去 R的六次方 R的六次方 没错吧 后面怎么样 对 DX DY 换成谁 R D R D C 没错 好 这太好做 这个题太好做了 对吧 后面这个接风 显然 原函数一下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地方请注意 而且这个接风 接出来里面没有θ的 已经是常数了 常数接风呢 只要去乘上这个接风线 是零到二π 所以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个地方 最后接触有二π 好 那就等于 二分之π 好 那就是三分之 二π 对吧 θ这部分 因为是 跟它没有 它是常数 好 这个常数多少呢 八倍的R平方 就出来是4R平方 对吧 八倍的R 4R平方 哦 4倍的 R平方 R平方它带进去 R的平方 根换二点就是2 4乘2 0带进去就是0 哦 这就是4乘2 具体一点 4乘根换二的平方 对吧 后面那一项 R的7次方 几分结束来呢 八分之1 R的8次方 是根换二的进去 那就是 根换二的8次方 也就是2的4次方 2的4次方是6 把零带进去当时还是零 所以好 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8减去2 6 6这 好 最后是4排 第二方法呢 当然 切面法 切片 切面 这个第一小题 咱们两种方法都来试试看 对吧 那么主要呢 就是熟悉一下这个方法 那么减面法怎么弄呢 当然简单了 也简单 这个几何题 加在两个面当中 哪两个面 下面最低的那个面 显然 11等于0 这最低了 最高的 11等于2 两个面当中 然后怎么样 随便找个面去切它 11等于常数去切 11等于常数去切 切出一个面来 这个面是谁 11等于常数 这个面呢 旋转抛物面 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10 现在10等于常数 所以这个面是谁呢 这个面就是x平方加y平方 边上是谁 等于10 现在圆 里边 小于等于10 没错吧 讲清楚 好了 那这样马上就可以做了 这题 i等于 7片 好多片 最低的在哪 谁等于0 最高的谁等于2 dz 然后 每个小片 那小片是什么东西 那个区域怎么样 x平方 加y平方 小于等于10 没错吧 背签函数 老样子跟上面一样 这个已经是常数了 这个是积函数是0 这下没有了 只有后面这个 好 后面这个 同样我们当然也可以 跟上面那个题一样 前后左右对称 但刚才我已经说了 这个题 对这个偶含数来说 因为最后接风是个原语 所以这个对称性的意义显得不特别大 好 那我们现在就不切成 不用不在这个上面做了 就在这个原语上做 好 那就是 11平方 dx dy 你多少呢 应该说非常容易了 为什么非常容易 11 现在是在x平方 x平方加y平方等 小于等于11解分 11什么东西 常数 11是常数 对xy解分 那就怎么样 常数就拿出去 只要怎么样 面积 它的面积多少 pi 半径的平方 所以这一下子又来了 0到2 pi 半径的平方 11 再乘这个十一平方 13方 dz 太容易了 pi拿出去 四分之十一四次方 二带进去 四分之十六 4 0带进去 0 显然下面这个 做起来比上面怎么样 快多了 方便多了 下面计算切分 Omega是由泡物柱面 y等于根号c 平面 y等于0 c等于0 和 x加c等于二分之pi 为成的 像这样的题 有的时候 稍微麻烦一点 这个麻烦在什么地方 就看起来 好像 这个面是很简单的 对吧 你看表达都简单 y等于0 c等于0 两平面 对吧 这个呢 这又是一个平面 三个平面 只有那个是个柱面 但这种面 要你画 有的时候不大好画 不是很好 因为三维的 不大好画 那么 如果你不清楚 这个几何题 是什么样子 你往下做 就不好做了 对吧 所以首先要弄明白 它是什么样的图形 好 我们现在在这儿画一下 空间 直角 坐标系 我画的什么 第一个面 柱面 柱面 你看 不出现 这个柱面里面 没有11的 看到没有 没有11的 说明什么 这个柱面是什么样 母线平行于柱11轴 这个字 确定这个字母谁 11 母线平行于11轴 这个面什么画出来的 这很简单 在这个xy平面上 画一个准线 就是抛物线 现在只有一半 为什么 因为y等于更好x 这一条 然后平行上去 一连 好 柱面有了 y等于0 是这样一个面 大家看 是x11这个平面 x11这个平面 对吧 x11这个平面 现在你看 我其实已经画出这个图来了 我拿一个斜的平面 斜的平面去结 那么在 在这个平面上 就是x y等于0 这个平面上 也就是x这几平面上 结出谁 结出这一条来 斜的平面 在x 在c等于0的平面上 结出这一条来 那么还有一个面在哪 刚才不是一稍有一个柱面吗 你这个斜的平面去结 他一结呢 结出这一条来 所以这个图形 你看啊 是几个面 四个面 三个平的 底下这个面是平的 这个面也是平的 就是y等于0 也是平的 还有这个顶 上面那个也是斜的的 那个也是平的 只有哪个弯的 边上 右边这个边上弯的 那么这个图形 我把它拿出来 拿到这儿来 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看得更清楚一点 对吧 你看四个面 底面 c等于0 这边 左侧面 y等于0 对吧 右侧面 方式面 上面这个面 上面这个面 平面 x加1等于2π 好 那么下面 这样一个图形 图形有了 什么解锋呢 当然两种方法 第一种什么 注线 第二种 截面 我的问题是 你觉得哪种方法 更好一些 注线好 还是截面好 当然了 两种方法 在这道题里边 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 但是呢 你就要想了 哪种方法 用起来简单一点 如果是注线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几何体 往下投影 投出来谁 毫无疑问 投出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就底下这块 这块呢 是三条线组成的 一条是直线 直线 还有一条就是抛线 三条线组成 这个区域上 然后怎么样 对这个区域上 每一个点 从上面接到下面 下面谁 0 11等于0 上面谁 这个平面 11等于2π-x 没错吧 应该说 蛮干净的 第二种什么样 截面 截面呢 这个几颗提峰 在哪两个面上中呢 两个平面当中呢 11等于0 没问题 最高的 最高的地方是多少呢 那你从这儿看就行了 x加11等于2π 那如果x等于0的话 那最后当然x肯定等于0 xy都等于0了 所以11等于2π 11等于0到11等于2π 那么当中去截呢 当中截看起来怎么样 肯定这地方去截出一个小小的图形 小小的什么图形呢 两条还是 就是截出来这么一个小图形 如果截的话 你看 随便一个11等于常数机器 会截出一个什么呢 这是平的 这是平的 这怎么样 这是跑步线 小小的这样一个图形 这条什么地方 跑步线还是跑步线 小小的一个图形 对吧 那么这个小的图形要 它是谁呢 它是谁呢 请注意 这个图形要描写它是谁 就比刚 就不是那么特别简单了 不是特别简单了 因为这条没有问题 这条永远是 y等于根号c 更好x 更好x 这两条 留给大家自己去考虑 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注线好一点 注线是很干净的 注线是很干净的 不过请注意了 这个题呢 我们当然一开始也可以看一看 有没有对称形 基本上没有 好 所以这个截分 等于 注线 刚才我说了 注线法蛮好 注线法谁呢 好 下面是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谁 很简单 就是 就是在xy平面上的一个 xy平面上 x 这是xy平面上的这样一个图形 没错吧 这个是y等于0 这个是y等于根号x 这条谁 有的同学说了 这条是x等于2分之π 对不对 因为是这个面 和下面这个面 斜的面 和这个下面这个平面的交线 下面这个面谁 c等于0 所以c等于0带进去 这个x是谁 这个是x等于2分之π 那既然有这个 那就好办了 这个区域是谁 你看 分布在x等于0到 从x等于0 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2分之π y呢 从0开始 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多少 小于等于根号x dx dy 然后下面就到上面 下面谁 下面等于0 上面谁 c等于2π y 显x 背景函数 y cos cosinx加zdz 当然非常容易了 x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2π y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根号x 这个函数 y是常数 拿出去 这个函数 原函数cosinx加z z是变量 x是常数 所以你这就可以加个x 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看成u cosinu du原函数sineu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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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 本来是x加z z等于多少 z两个数 上面是2π-x 下面是0 z带到这里边去 z等于2π-x 那就是2π 2分之π 对不对 c等于2π-x x和-x已消了 减去 0带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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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带c等于0 那就是sinx dx dy dx dy 那当然非常容易了 对吧 而且正好是你看 分离的 两重解分 x呢 从0到2分之π dx 没错吧 y先解分 y从0到根号x 那么请注意了 这里方 这个sin 2分之π就是1了 好 1减sinx 其实这是常数了 就y的时候 它是常数 你可以放到前面 也没关系 放在这儿也没关系 放在这儿好了 好 那么然后是y结分 y结分 y dy 那么当然太容易了 y的圆函数 2分之y平方 2分之y平方 它带进去 0到2分之π 2分之1 y平方 一减sinx y平方 它带进去 就是x 它带进去 当然就是0了 dx 好 我们要用一下 分布解分 最后我们得到结果了 20分之后 这边不是 最后一会ход的 就会再做 成为第二天 就是 来